那宿主和指针的关系我们说完了 接下来我们就要说说这个 字符串和指针之间的这个关系了 那我们在这里就告诉大家 字符串常量它的类型就是雀星 字符串常量的类型雀星 然后字符宿主的名字类型也是雀星 那字符宿主的名字类型是雀星 这个实际上我们在说 宿主的名字是什么 是一个指针的时候 已经把这件已经交代清楚了 对吧 关键是字符串常量的类型也是雀星 那我们看一个具体的例子 好 在这个名字里面 我们可以让雀星P等于 please input your name 这个东西是一个字符串常量 对吧 我们说字符串常量的类型也是雀星 所以说雀星P等于它 类型就完全匹配 那执行完这条语句以后呢 P实际上就指向了这个常量字符串 也就是说P指向一片总组空间 这总组空间里面 就放的是P L什么的 然后就一个干0 是不是这样的 好 那我们就可以seal outP 就是我们前面 通过seal out输出一个字符串的时候 这个地方 放的是一个字符串常量 那实际上你可以想象 我们放一个 恰新类型的指针在这 也可以把这个指针 所指向的存组空间里面 放着的字符串 给它输出 这个输出的过程 就是从P所指向的 那个位置开始 一个字符一个字符的输出 直到碰到干0为止 那如果你不用seal out 你用printf的话 你也可以写printfp 也就可以把P所指向的 那个字符串给打出来了 然后我们接下来看一个字符数组 name 那name的类型也是恰新 对吧 所以我们可以 恰新pname等于name 就是pname就指向了name这个数组 那我们可以seal inpname 我们前面一般就写seal in seal inname 对吧 那现在我们知道 name归根到底就是恰新类型的 所以你这块写一个恰新类型的东西 也是没有问题的 seal inpname实际上就是从键盘 读录一个字符算 把这个字符算放到pname 所指向的那片存组空间里面去 那pname所指向的存组空间 不就是name这个数组 对吧 那么你输入一个字符算 只要不要太长 不超过19个字符 那就不会产生数组越界 然后你输入一个字符算 然后我们可以输出yourname 也是pname 把pname所指向的字符算输出 那这个程序实际上就是 运行起来就是屏幕上打出 please input your name 假设你输一个jack回车 那jack就会被读到name里面去 对吧 然后你再把这个yourname ispname输出 结果输出的结果就是yourname isjack 就这么简单 这里我们就知道了 指针和字符串的关系 字符串长量 它实际上就是恰新类型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如何用scanf去读取一个字符串 好 假设我们这里有一个字符数组 那它可以用来存放从键盘输入的字符串 只要你长度不要超过19个字符 就不会有问题 这里还有一个整形变量n 然后我们写一个scanf函数 希望从键盘先读录一个整数 再读录一个字符串 当然整数和字符串之间是以空格分隔的 然后读录的字符串里面是不包含空格的 读录字符串的时候 如果碰到空格的读录就结束了 那我们要先读录一个整数 再读一个字符串 那么在scanf的格式控制 那里我们就要先写一个百分之 d 再写一个百分之 s 然后我们注意 百分之 d跟什么对应呢 跟and n对应 那我们学了指针 我们就知道and n 这块呢代表什么含义啊 是不是就代表n的地址 为什么叫n的地址呢 因为scanf函数在执行的时候 它得知道要把键盘输入的那个整数 放到内存里面的什么地方 你这里的参数是n的n 就是n的地址 那scanf函数就清楚了 要把读录的整数放到n的 存放到n的那个内存地址里面去 那如果你这块写的不是n的n 你写的是n 编译也不会出错 但这个时候呢 n的内容就被当做一个地址 那n的内容它是一个整形变量内容 它并不代表什么有效的地址 对吧 那你这个时候 往n这个整形变量里面存放的内容 所代表的地址去写东西 十有八点就要出错了 所以注意我们这块一定要写n的n 那要读录一个字不创 我们有s 这s跟这个name对应 那我们看到 这name前面就不需要加这个end了 对吧 为什么name前面不需要加end呢 因为name本身 它是一个宿主的名字 宿主的名字类型就是恰心 恰心的话 它是一个指证嘛 那这个宿主的名字就是一个地址 那这个name就代表一个地址了 所以你前面就不要再加上end 再加上end就有问题了 那对于sing来说 独入n和独入name 它都是一样的 虽然n是一个变量 name代表的是一个地址 n不代表地址 但是它独入的方法都是一样的 这个是取决于sing 这个对象具体是怎么实现的 这个就 我们就不细说了 大家要搞清楚的是scanf的这个情况 那斯嘉嘉有好多字幕传操作的酷函数 这些字幕传操作的酷函数 它们所需要的参数 往往都是恰心类型的 那这些函数 我把它常用的函数都列在这了 我就没有时间一个一个的去讲了 大家自己看一看 那我们讲其中几 比较重要的常见的几个 比方说有这个strchr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是在字符串str里面 寻找一个字符 这个字符的s根码是c 那我们看到 这里一个参数写的是const的恰心 那这个const到底是什么含义 这实际上是c++里面 有c语言里面没有的东西 这我们就先不管它 你就当作没看见好了 我们不用理它 理它一下也没什么 反正它说的就是 这是一个常量指针 那我们就不管它 反正你就当作是恰心 那这个strchr它的作用 就是在str这个指针 所指向的字符串里面 去寻找一个字符 这个字符的s根码是c 那这寻找的过程 当然就是碰到结尾的干铃就停止了 对吧 它在这个字符串str里面 寻找c第一次出现的位置 是第一次出现的位置 因为你可能出现好几次 它找第一次出现的位置 那如果找到 它的返回值是什么呢 返回值是一个 trchr是一个指针 这个指针就会指向这个位置 那个位置不就放着一个字符 它的s根码是c 对吧 那如果str这个字符串里面 str准确的说是str str所指向的那个字符串里面 并没有包含字符c的话 那返回值就是那 是空指针 就说明没有找到 那下面这个str str这个函数 特别常用 它是在一个字符串 str里面去寻找一个指串 这个指串呢 是由substr这个指针 所指向的 准确的说 它就是在str所指向的字符串里面 去寻找 substr所指向的那样一个指串 我看到他们的参数都是const的 确信 我们不管它 反正就认为是确信好了 它寻找指串 substr在str中第一次出现的位置 那如果找到的话呢 就返回指向该位置的一个指针 如果str不包含字符 创substr 就返回那 那我们解释一下 比方说你这个str是一个指针 它指向一个字符串 这个字符串里面 放的的是ABC 然后当然是干0 对吧 那假设你这个substr也是一个指针 它指向一个字符串 这个字符串里面放的的是 是什么B C 然后一个干0 那这样strstr 它的返回指是什么呢 返回指就是一个指针 它的返回指是一个指针 它指向什么 指向BC 在ABC里面第一次出现的位置 那不就是这个位置 对吧 所以它返回指是一个指针 这个指针实际指向了什么 指向了str 这个字符串里面 B的这个位置 就这样 然后这还有一个函数 叫做str icmp 实际上str cmp 就是str compare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 那个str compare 是大小写 相关的 那有时候你可能希望进行大小写 无关的比较 对吧 那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有一个 str icompare 就大小写 无关的 它有两个参数 实际上就是两个 差型类型的指针 它们指向字符串 那个字符串 有干0 结尾 对吧 如果没有干0 结尾 那这个比较就没完没了 就出问题了 就会越界了 这两个se s2都是一个指针 指向一个字符串 那我们前面说 介绍str cmp的时候 我们写出来的参数类型 不都是chr chrse 中文号 对吧 那这个写法 我们现在知道 它已经跟chr新se 是一样的 这const 我们忽略掉它 那么这个str cmp 它是进行大小写 无关的比较 那大家有无关比较的话 实际上有两种比法 就是 一种比法是你把 所有的字符 转成小写去比 另外一种做法 就是把所有字符 转成大写去比 然后私家家的 不同的编译器 好像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就会采取 有可能采取不同的做法 那这样的话 同样的两个字符串 在不同的编译器里面 比较出来 结果就有可能不同 为什么 因为有一些 如果你这两个字符串 包含了 阿斯科码位于大写字母 和小写字母之间的 那些字符的话 那你把它转成大写去比 和转成小写去比 那结果可能就不一样了 是吧 然后还有这个strncmp 它只比较两个字符串 s1 s2里面的前n个字符 长度不为n 只取整个串作为字符 还有这个strncpy 也就是字符串 拷贝 字符串拷贝呢 我们前面学的就是 整个把src串 拷贝到dest的串里面 那现在这strncpy 就是指拷贝 src的前n个字符到dest 如果src的长度大于等于n 它不会自动往dest中写杠领 这很重要 如果src的长度不为n 那就把src的全部内容拷过去 并且把dest里面 自动写一个杠领 然后还有这strtok 这个函数特别好用 而且比较复杂 等会我们再说 它可以通过连续调用它 就能够做到 从str中逐个抽取被字符串 deline中的字符风格 开的落干个字串 那好落实话 等会我们就具体的例子 来说这个事 还有这个atoi也很常见 那就说 如果你这个s 所指向的字符串 里面放的是 一个能代表数字的字符串 比如说放的是 1 2 3 那么你可以调用atoi 就把它转换成123 它把一个字符串形式的整数 转换成硬程类型的整数 像这个1 2 3 4 就变成123 4 就很好使 那如果s 它的内容不是一个整数 比如说是a 12 那你就返回0了 然后还有这个atof 它就能把一个字符串形式的 伏点数 转换成一个double类型的变量 比如说12.34 就转换成12.34 这是很好使 那还有一个函数 叫做itoa itoa呢 它的返回值是一个恰心 它把整形值value 以reddix进制的表示法 写入到视群里面去 但至于是不是越界的话 你得自己去管 你得让这个视群足够大 那比方说 我们看 这里有一个s value 是个字符串 也就是字符数组 那我可以把27 以实进制的形式 写入s value 那写进去的就是27 这两个字符 然后加一个-0 对吧 那如果你可以把27 以16进制的形式 写入到s value 那你想想看 27的16进制 表示形式是什么 是不是1b 那结果s value里面内容 就变成字符1 字符b-0 这就是itoa 接下来我们看一个 在程序里面 使用字符串操作函数的 酷函数的实例 这些字符串 酷函数呢 它都是在 sistring这个头文件里面 声明的 所以我们要include 的sistring这个头文件 好 我们看mail里面 定义了s1 这个字符数组 它里面放的字符串 1235 s2 里面放的abcdfg s3 放的大写的abcde 然后来个 使群ncat s1 s2 3 ncat说的是什么 它说的就是要把 s2的前三个字符 粘贴到s1的尾部 那s1原来是1235 你把s2的前三个字符 粘贴到它的尾部 那不就变成了 s1就变成1235 abc 对吧 就是s1里面原来干铃是在a这个位置的 现在把abc贴上去以后 干铃就移到了c后面 是吧 好 这是使群ncat 然后我们输出se 当然就是1235abc 接下来这个使群ncat 使群ncat 它做的是什么 是把s3的前三个字符 拷贝到s1里面 我们注意一下 使群ncat 它的执行规则 说的是 如果你这个s3 它的内容是大于等于要拷贝的字节数3的 那么 拷贝的过程就是把前三个字符 拷贝到s1里面去 并且不会自动往s1里面写干铃 所以 你把s3的前三个字符 拷贝到s1里面 就会替换掉s1的前三个字符 123 那么s1的内容就变成了abc45abc 因为s1原来是12345abc 是吧 所以我们输出se就是abc45abc 好 接下来再看 使群ncat s2 s3 6 这个是干什么呢 是要把s3的前六个字符 拷贝到s2里面去 那 这使群ncopy说的是 如果你这s3的这个字符数 它的长度 是这个 使群ncopy s2 s3 6 就是要把s3的前六个字符 拷贝到s2里面去 那我们要拷贝的字符数是6 我们根据使群ncopy的规则 如果s3的长度 是小于要拷贝的字符数的 那么 结尾的干铃也会被拷贝过去 所以 s3里面的前五个字符 abcde 以及结尾的干铃都被拷贝到s2里面去了 那s2的内容就变成什么 就变成abcde了 那s2原来 它的内容是这个abcdefg 对吧 由于你把s3的前五个字符 abcde考过来 然后呢 你又把s3的结尾的干铃也都考过去了 所以 就会在这个f这个位置写了个干铃 那虽然g这个地方没有变化 但是对于一个字符串来说 我们只看到干铃就认为 它已经结束了 所以干铃右边的后面的东西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时候s2的内容就是abcde 所以你输出 把s2交给cout输出的时候 也只输出到干铃为止 所以输出的结果就是abcde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 这里要输出一个s3ncopy的结果 这个结果有可能是小于0等于0 也有可能大于0 这里要输出一个s3ncompy的结果 结果有可能是小于0 大于0等于0 是吧 s3ncompy比较的是se和s3的前三个字符 那se和s3的前三个字符不都是abc 是吧 所以比较输出的结果 那就应该输出是0 输出结果是0 然后接下来这个是干嘛 chrxp等于strchrseb 这是干嘛 这是要在se这个字符串里面寻找 大写字符b第一次出现的那个位置 那找到的位置并不是一个整数 而是一个chr形 是一个指针 这个指针就指向了se里面第一个出现的大写字符b 那如果找不到的话呢 它的返回值就会是一个空指针 也就是说如果找不到strchr的返回值就是0 在se中查找b第一次出现的位置 好 那找完以后我就判断一下p到底是不是空指针 空指针就意味着找不到 如果p是空指针 那么我们就会输出 如果p不是空指针 我们会走这对吧 那我想要输出的就是 大写字符b在se里面 它是第几个 它的下标是多少 那我怎么输出下标是多少呢 我们就让p减去se 因为如果在se里面找到了大写字符b p就会指向se里面的那个大写字符b 对吧 p是一个指针 那我们把p减去se得到的是什么 就是p和se之间到底能放多少个字符 对吧 那这样输出的结果是什么呢 因为se的内容不是ab什么 因为这个se的内容不是abc什么之类的 对吧 所以我们肯定能够找到b 于是找到b以后p指向哪 p指向b这个字符 对吧 那se呢 se是指向a这个字符的 对吧 se指向a这个字符 所以你拿这个p减去se得到的结果就是1 所以输出1 然后新p是什么 新p当然就是字符b 那如果找不到我们就会输出not fun 好 接下来我们再让p等于strstrse45a 这是干什么 我们就要在se中查找字符算45a 那这时候se里面的字符算实际上是大写了abc45abc的 对吧 那如果能找到p会指向哪 p是一个指针 它指向4这个位置 是不是 那实际上确实找到了 所以ifp这个条件判断是成立的 所以我们输出了p减去se p减se是指向a的 那这个p是指向4的 那减一下得到多少 那是不是就是输出3 是吧 然后你还可以输出p 这看来有点奇怪 其实并不奇怪 p是一个恰心 只要恰心的东西 你都可以交给se要输出 那se要就会从p这个指针指向的地方开始 一个字符一个字符往后输出 一直输出它干0为止 那p不是指向4吗 那干0不是在c后面 干0在c后面 那你把p交给se要输出 那岂不是输出的就是45abc 所以就输出了45abc 好 那下面我们要看这个神奇的strtok 到底怎么用 这个东西其实非常好用 它的作用就是给定一个字符串 那这个strtok特别好用 它可以用来把给定的一个字符串 分隔成若干个子串 然后怎么分隔 就是用你指定的一些分隔字符去分隔的 举个例子 比方说给你一个英文的句子 你可能会希望把其中的单词一个个都给它分出来 对吧 那在一个句子里面什么字符能把单词给它分隔出来呢 那当然就是空格标点符号这些东西 对吧 那我们用strtok来做这件事情 就比如说从句子里面分出单词 就会特别方便 我们看这个例子 这里有一个字符串str 它里面是不是有一个英文句子 那下面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这个英文句子里面的什么this er sample string ok 作为一个个单词把它分隔出来 而且单词前后不能加空格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使用strtok 那恰心p等于strtok str str就是你要分隔的那个原创 然后第二个参数是一个字符串 这个字符串你可以是长量 也可以是一个字符数组 什么都可以 第二个参数是个字符串 里面包含了分隔字符 那在我们这个例子里面 我们要的是单词 那分隔字符是什么 就是空格 什么豆号 句号点 然后还有这个横杆 反正这里面非字母的东西 都是分隔字符 是吧 那我们这里指出了 另外分隔的字符 这里指出了原创 然后我们用strtok 要多次使用 就能够把这些单词分出来 每用一次 你就能够得到一个单词 好了 这是一个字符串 这里面第一个字符是个空格 它不是没东西 好 我们做一次以后 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单词 这个单词呢 实际上就是由P这个指针 所指向的 也就是说 你 你 调用strtok 如果它的返回值不是空 如果它的返回值不是空 就意味着 你得到了一个新的单词 就你得到了一个新的分隔 出来的这个指算 如果是空的话 那就意味着你这个分隔指针的事情已经做不下去了 那你就应该结束了 如果strtok的返回值是空 那就意味着你已经不可能分隔出新的字符串来了 你就可以结束了 那只要P不为空 就说明找到了一个指针 我们把P给它输出 就得到了一个指针了 然后 你要得下一个指针 比如说下一个单词 你就再调用一下strtok 同样用P存放它的返回值 只不过注意了 这个时候你调用strtok的时候 第一个参数就必须是now 必须是now 不能再是这个str了 它必须是now 然后第二个参数呢 可以跟原来的一样 好 这样你每调用一次strtok 这个P指针 就会指向新分隔出来的一个单词 你直接把这个单词输出 那我们输出的结果就会是this 和samplestrtok 这样是不是很方便啊